今天在纽约的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纪念集会活动 老中心三代华裔向世人昭示了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现场无声的图片象征和平的指贺和有声的抗议 向来往的路人昭示了一段历史 1937年12月13号日本攻展南京 在接下来的六周时间里 日军杀戮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 2万妇女被抢保 这一张张照片都是图成的血症 70年过去了 身在纽约的华裔也没有忘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 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 海外华人理事会 南京大屠杀70年中心经会 由由此名字和上传 南京大屠杀遇难本头人和流等 或是组练都出来 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和受害者 抗议日本右翼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与曲解 希望国际社会和西方媒体对南京大公正客观的历史认知 当我们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天 那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纪念这一天 那历史不要重演 那永远不会再有南京这个事情发生 我刚才他们叫我说我今天只有两句话 就是No more南京 纪念是一个活动 但是我们提倡的是和平 人道以及历史真相 活动现场巨大的活动横幅 不能忘却的南京1937 很多过往民众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近年的人群高唱长江之歌 满江红或高亢或嘹亮的歌声 在纽约的上空回响 像世人昭市1937南京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